记者张惊讶台中报道,位于台中市五泉溪路上的支高桥正进行改建工程,第二阶段工程昨天才通车,今天上午就因为中华电线警自迁移管线,导致支高桥塞车,市府建设局指出,将依台中市挖掘管理自治条例规定,开罚3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。 中华电线台中营运处除了相用路人致歉,并表示,接下来三天施工将避开交通尖峰时间。 建设局表示,今天上午89分,中华电信公司以传真方式申请载务全溪路三端、环中路三端等路段紧急抢修,市府于8时26分核准申请,并于申请书上载明施工时间为上午8时30分至下午5时30分。 但经建设局公告的主要道路应于下午40前收工。 中华电信却于上午7时静置五全溪路,环中路三段的支高桥段办理管线迁移,造成车流回堵。 建设局将依照台中市挖掘管理自治条例规定,依情解严重性,开罚中华电信3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。 建设局也要求中华电信调整施工时间,避开交通繁忙时段,并缩减施工车道,协请交管人员指挥交通,让交通影响降至最小,对于施工造成五全溪路塞车。 中华电信台主营运处向用路人致歉,并表示,18、19日及21日将持续进行光栏改接及干线同栏改接工程,每日交通管制时间由上午7时改为上午10时,并将调整交通管制车道, 以缩减施工车道,增加通行车道,也会派交管人员指挥输导交通。 中华电信台主营运处也说,经过制高桥的管线非常多,共有10条光栏,3条干线同栏,必须配合制高桥改建进行改接工程,为缩短道路交通管制时间,采全天轮直至作业方式改接, 一将原定工期从10天缩短为4天。